25号寒流发威 全台各地冷嗖嗖 不少民众冲高山 期待一堵雪景 但是水汽不足 像是思源和荷欢山五岭都只出现雾松 即便如此 还是将山林点缀成雪白世界 相当美丽 25号最强寒流笼罩全台 由于气候干冷 3000公尺以上的荷欢山 五岭一带并未降雪 而是在2000公尺的中海拔区域有非常广的云雾 携带水汽加上低温形成了雾松的情况 综合公路池恩以上到碧绿神木一带 两边的露树和森林都已经结冻 满是纯白的雾松 就像进入了水晶森林 由于寒流持续发威 大年初是1月25号 从一大早清晨 从河湾山腰 2150公尺高的碧绿神木段 一直往下延续到池恩段 这段长达5公尺的路上 道路两侧的树木上都出现雾松情况 而且情形一直从早上到傍晚5点 但是虽然出现雾松状况 可是路面上都是还算干燥 不过这边农屋弥漫 能见度非常差 所以请我们这边警方呼吁用路人 经过的时候务必开启大灯 而且全程要小心慢行 以免发生意外 春节廉假遇到超强寒流 台八线中横公路往河湾山大榆林 出现不少的游客 希望能够碰到下雪 但是这次的冷气团偏干冷 因此山顶区域并未降雪 反而是中海拔区域的云雾 因为水汽较为丰沛 在综合公路慈恩山区到碧绿神木一带 就出现了难得一见雾松的美景 记者林杰 休离箱 采访老